我们卖了更多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过去中国 资通讯产品的比例 从40%到了现在 已经提高到超过60% 我觉得台湾还是应该要给自己拍拍手 鼓励一下的 感谢金主帮帮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敲碗了 我们的会员之上线了 现在就加入会员 记得在网站上加入 避免被抽苹果税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米 在上一集的影片里面呢 我们讲到中国商务部 对台湾启动了关税壁垒调查 而且说呢 它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那台湾各界又在担忧 ECFA会不会取消的问题 那如果取消了以后呢 对台湾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上一集我们就说过了 其实目前呢 中国海关禁止台湾的水果进口 像是凤梨啊 芒果啊 世家这些 是完全不符合国际贸易惯例的 而且更搞笑的是 这些水果根本就不在 ECFA的早收清单里面 那连续三年中国片面 禁止台湾水果进口的结果 台湾农民呢 也在逐年降低出口到中国的比例 从全盛时期占外销的24% 降低到去年 已经只剩下13%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看 如果取消ECFA 对其他的产业会有什么影响 在上一集的影片里面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一般的贸易协议呢 会有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这两个部分 可是呢 我们ECFA的货贸协议 经过12次谈判都没有结果 而服贸协议呢 因为太阳化运动反服贸的关系 根本没有签字 所以呢 ECFA唯一生效的部分呢 就是早期收获清单 也就是有一张清单表 在上面的货物呢 双方可以免税进口 这就是目前ECFA唯一会有影响的部分 那台湾通过ECFA出口到中国的金额呢 大概每年是在200亿美元左右 是台湾总出口金额的4% 而经由ECFA减免掉的关税 是8到10亿美元左右 我们用8亿和10亿除以200亿 其实就是平均减掉 4%到5%的关税 好 那今天如果ECFA取消了以后 影响最大的产业呢 其实就是石化业 还有工具机和机械产业 这两种产业 石化业透过ECFA出口到中国的金额呢 是93亿美元左右 那工具机和机械这个产业呢 则是出口了接近70亿美元 我们刚刚讲过嘛 早收清单上面的产品 一年出口到中国的金额 大概是200亿美元嘛 那石化93亿美元 工具机械机械70亿美元 两个一家就已经160亿了 那接下来呢 还有纺织业12亿 其他产业12亿 运输业7亿 农业2亿 加一加真的就是快要200亿 所以呢 其实真正会有影响的是在石化 还有工具机和机械产业 这两个产业呢 就是最主要的早收清单主力 一旦ECFA取消的话呢 并不是说这些产品以后就不能再出口到中国了 而是你出口到中国不能再免税了 你会被抽关税的 那因为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一直都有在威胁台湾水果 威胁台湾农民 所以呢其实台湾各界呢也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就譬如说呢 机械工会呢 他们在去年就曾经做过统计和估算 他们认为如果ECFA取消的话呢 每年大概会损失5亿美元左右的营业额 并不是说整个机械工会里面 产业的这个营业额都会凭空消失 那像是台湾机械工业工会的理事长 他的名字叫做魏灿文 他更是出来开记者会向同业们喊话 他说呢一来现在ECFA还没有取消 二来呢中国其实也需要台湾的工具机啊 而且机械工业工会也有在辅导台湾的业者 辅导大家去参加在德国和诺威啊 在欧洲的这些工具机展 想办法呢拓展到先进国家的市场 甚至呢有一些业者还认为呢 即使是真的取消ECFA 中国对于台湾工具机等一些产业呢 还是会有依赖性 不太可能就片面一下子就取消 对机械产业的全部关税 那这个就很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其实台湾水果并不是靠ECFA免税 而是靠中国商务部自己的免税清单 他们把这些产品列入免税清单 而得到免税的地位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机械工业工会的理事长魏灿文呢 其实他自己家里呢就是工具机的大厂 他们的公司呢叫做凤济国际机械 他已经是第二代的掌门人了 讲到凤济呢一般人可能并不熟悉 可是呢他们是台湾最大的塑胶压出设备厂 什么叫塑胶压出呢 我们平常逛菜市场用的这个红白塑胶带呢 他就是用塑胶压出机器压出一个一个的塑胶带 那这个红白塑胶带的这个机器呢 其实就是这一家凤济国际机械所发明的设备哦 超神奇的 所以这家凤济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工具机厂商 而他的这个二代接班人魏灿文呢 其实他就是投资中国20年 胚钱胚了一屁股 他自己说呢当地的供应商交货不稳定 还有本地的产品呢消价竞争 所以呢凤济才在2019年的时候 结束了在中国的生意 结果呢他现在把公司的重心转移到美国去 反而更加快速的成长 去年的凤济竟然还订单接到满载 接订单接到喊咖不能再接了 所以呢其实台湾的工具机业者早就在转移市场了啦 那石化产业呢是整个早收清单里面 出口金额最大的产业 而且呢也是影响最大的产业 台湾出口到中国呢 从上游的石化原料到下游的塑胶板材 塑胶片都有 而石化业呢他们要抢订单呢 其实就是靠交货快定价低 所以呢关税成本是绝对重要的事情 中国海关对石化业呢 科增的平均关税是7% 如果呢我们台湾的石化业 不能再享有零关税优惠的话 那么他们的成本呢 就要直接增加7%了 对石化产业来说呢 这个打击恐怕就是最大的 不过呢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啊 因为中国经济最近实在是太差了 EGAVA都还没有终止 可是石化业就已经暴跌了 在前年2021年的时候呢 台湾石化产品透过早收清单 出口到中国呢大概有90亿美元左右的金额 可是到了去年2022年却只剩下60亿美元了 大幅衰退三成啊 那石化厂的EPS呢 可以说是全面衰退 像是台塑台化 南亚台塑化都非常的惨 因为中国经济真的就是很不行啊 所以大家的EPS都大幅衰退 那因为石化业最大的台塑集团 他们在中国有这个宁波厂 所以呢如果他们要被科关税的话呢 台塑集团的做法应该就是以后 会从宁波厂出货给中国厂商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用经过海关 他直接宁波出货 不用经过海关嘛 就不会被瞌睡了 那本来要从台湾输往中国的产品 应该呢 就会被调整出货到其他国家的市场 所以呢像是产业分析师呢 他们也觉得其实终止EKFA对石化业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EKFA的第三大出口产业是纺织业 虽然纺织业的金额呢已经相对小很多了 但是呢 纺织业也出现了出口大跌的现象哦 2021年台湾纺织品出口到中国的这个 早收清单金额呢是12.4亿美元 可是到了去年2022年呢只剩下10.3亿美元 衰退了快要两成哦 纺织业呢其实应该算是离开中国比较早的产业 在2015年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推动了一波新的环保法规 那当时因为人工成本也在上涨 就有很多台湾的传统产业都离开了中国 最典型最经典的例子呢就是保存协业 那时候呢他们就把重心呢从中国移往东南亚 在2015年以后呢也有非常多的纺织业公司呢 从中国移去了东南亚 就譬如说呢 台湾最有名的一家纺织厂叫做如虹 他们呢非常厉害生产先进布料 像是Nike啊 Lululemon啊 Under Amor啊 还有Adidas呢都是他们的客户 像Nike现在的运动鞋啊 都是用纺织布做鞋子的这个鞋面嘛 非常的透气 非常好穿 非常柔软 其实他们的布料呢就是如虹这家公司研发出来的 我们台湾的如虹研发出来的 那其实如虹这家公司呢 他早在2016年呢就已经关掉了他们在中国的工厂 生产布料的产线回到了台湾 还有一部分的产线去到了越南 那他们做成衣的产线呢 则是分散投资到东南亚各个国家去 如虹的产品呢现在有接近六成是卖到美洲国家 他们其实很早就在提升竞争力 拓展欧美市场了 所以你看看一家纺织厂它的股价可以做到500块 从他们离开中国的2016年开始 EPS一路狂奔 从13块狂奔到25块 其实我自己也买过如虹的股票啊 其实我对这家公司真的是很满意啊 虽然在过去十年呢 台湾对中国的贸易占比呢都超过了总出口金额的四成 所以呢就有很多人批评台湾太依赖中国的经济 可是呢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哦 去年对中出口的比例已经掉到了38% 今年前七个月更是只剩下35% 因为中国的需求真的不好 到了七月份单月更是只剩下34% 还在降低当中 而我们台湾对美国的贸易占比呢 从2014年的11% 一路上升到今年七月份的17.4% 创下了新高 十年之间对美出口的金额倍增 同时之间呢台湾对欧洲的贸易也在七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 对欧出口的占比是节节上升 所以说呢台湾的贸易情况似乎已经在跟中国慢慢脱钩 而跟美国和欧洲越来越紧密了 那一方面呢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 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上一集的影片就一直在说 其实中国一直在威胁台湾说他们可能会有所动作 连续三年无预警停止多项台湾水果和农产品的进口 这些动作呢其实是反而提高了台湾业者的戒心 大家都会开始担心如果真的有一天 ECFA真的终止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呢真的就会有人开始准备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啦 我有些朋友啊他每次跟老公老婆吵架的时候呢 就会说要离婚每一次吵架都说要离婚 可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一直在说要离婚的人 他们并不是真的要离婚 反而是对方一直在听他们说要离婚的人 这个对方呢他就会在心里默默准备这件事情 他会消化自己的情绪安排自己的财产 到了最后通常是那个从头到尾都不讲话的人 他最后决定要离婚一锤定音 而且呢他只要一开口 往往这件事情呢就已经不可挽回了 那我觉得中国一直在对台湾做这些经济威胁的动作 自己其实一定要想清楚 当台商默默都在做准备 当他做好准备的那一天 他离开你你是一点都挽回不了的 你现在一直做这些经济威胁的动作 只是帮助大家默默准备脱钩的那一天而已 你反而会造成你自己脱钩的结果 而且呢大家会想 哦还好我们并没有签货贸协议跟服贸协议 我们现在一个早收清单就被整成这样 那我们还要继续跟中国签贸易协定吗 在十年之前 台湾可能会觉得跟中国签ECFA会很有帮助 可是台湾在这十多年来也变得越来越好 譬如说我们看整个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占比 ECFA早收清单的产品它的比例是越来越低了 从一开始对中贸易有百分之三十是ECFA的早收产品 但是到了现在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八 早收清单的产品占比是越来越低 但是资通讯产品的比例却是越来越高 当然一方面也是中国自己有在经济转型 他们的科技业的确也是变得更重要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台湾人自己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进步 我们卖了更多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过去中国 资通讯产品的比例从百分之四十到了现在 已经提高到超过百分之六十 我觉得台湾还是应该要给自己拍拍手鼓励一下的 最后我们要来说一下ECFA在技术上到底要怎么取消呢 你会一直听到有一个传言说是什么 ECFA到期了就会终止啊 中国不要跟我们续签啦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谣言 在整个ECFA协议的全文里面都没有到期日这个东西 所以呢这种说法完全就是乱讲 请大家以后再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博斥它 其实ECFA里面根本就没有到期日这件事情 那ECFA可以被取消吗 其实是可以的 而且呢你要取消ECFA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 根据ECFA协议本文的第十六条 这种说法就不需要 双方呢如果要终止这份协议的话呢 你只要在终止通知之前的三十天 开始跟对方协商就可以了 经过三十天的协商 如果你还是要终止这个协议 你只要发一个终止通知给对方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任何理由 中国根本不需要对台湾做什么关税壁雷审查 禁止水果出口 你这些动作都不需要 你不需要任何理由 就可以终止ECFA这份协议 那终止的通知发出去给对方之后呢 到了第180天就会生效 那这个协议呢就被取消了 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要取消ECFA的话 那你就取消好了 你其实不用做这么多政治动作讨人厌 事实上呢做这么多政治的动作 我自己的看法是 中国其实根本就不想要取消ECFA 如果他真的要取消 他直接取消就可以 不会做这么多政治动作的 什么禁止凤梨禁止芒果 哦拜托 凤梨跟芒果根本就不在ECFA早收清单上面好吗 中国政府做这些事情呢 无非就是要表达他的不爽 他要叫别人去给他呼呼而已 说真的我觉得这种行为都是非常不成熟的 而且呢为什么我自己会觉得 中国并不会取消ECFA呢 因为呢中国政府他们会签订这些协议呢 他们最终的希望是要统一台湾嘛 他们跟香港跟澳门签CPA 其实就是要去统一港澳嘛 如果你想要统一台湾的话 你为什么要让台湾的经济跟中国脱钩呢 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如果台湾越不需要中国的话 台湾越不需要跟中国统一啊 所以呢如果中国想要统一台湾 这个目标没有变化的话 那为什么要做相反的事情呢 所以呢我认为中国政府 其实就很像那个一直嚷嚷说要离婚的人 结果最后被离婚的人 反而可能就是他 像是美国呢我们看到美国 他说要对中国贸易制裁 他就贸易制裁 他没有在那边讲讲又不制裁 美国是说做就做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 这才是真正要离婚的人 他的表现 好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了 三集福贸协议的影片 加上我们这次推出两集 EKFA的解说 我们应该是全台湾最完整介绍 EKFA的频道了吧 那在我们的会员影片里面呢 有跟大家分享大量的表格 不藏私全部公开我的笔记 在这个会员影片里面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笔记内容和表格 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整理哦 现在就加入会员看专属影片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